大家好,我是谢涛 我的新节目 谢涛讲难度北规已经上线了 节目延续了三国道明清之后的民国历史 讲述两百多个民国大师的故事 串联整个民国史 和过往的节目一样精彩有趣 您也可以点击声音简介里的专辑名 直接跳转到新专辑 不是会员的话 首月六元即可成为会员 添加微信号 人文600 也就是字母RENWEN 加数字600 即可加入粉丝福利群 各种惊喜奖品等您来领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一切准备停荡 汉朝大军正式出发 分两路煞向黄金起义军 这个时候的朝廷 已经从最初的慌乱当中反应过来了 他们意识到 黄金军虽然人数多 但是也就是因为分布的太广了 所以他们必然是各自为战的 这个时候 想要吃掉这根硬骨头 必须分而积之 那么先打哪一路呢 大家的目光都看到了 尹川郡 尹川 顾名思义 就是有河的地方 尹川的名字来源正是尹河 这条河 是淮河的最大的支流 发源地在今天河南省郑州市的登峰县 换句话说 尹川郡 地盘就是在郑州附近的 这块地方是中原的中心 地处交通要冲 四通八达 这也是东汉帝国 除了河南隐 以及南阳郡之外 人口最多 最为繁华的地方 自古以来 尹川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这里的明是明旺的明 很多士族大家都是在这儿起源的 到了现在东汉末期了 尹川依然是这些名门大户的聚集地 像是巡氏家族了 中氏家族了 还有赫赫有名的司马懿家族了 都是在这儿生根发芽的 从军事上说 这尹川郡啊 仅仅靠着司地教位的管辖地 如果尹川被黄金军攻占了 那么这些士加大族们 跑都没地方跑 肯定会被连国端掉的 要知道 这士加大族 可是东汉王朝的根底啊 如果这些士加大族都没了 这个东汉帝国 基本上就亏掉了一大半 最后的命运也会像当年的秦朝一样 走向覆灭的 就因为尹川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东汉帝国的主力军四万多人 全部摆在了尹川一线 率领这支部队的 就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黄辅松和朱骏 这两位将领 各率两万人马 从两路进攻尹川 朱骏在前 黄辅松在后 原本想着 这黄金军嘛 就是一些土包子 凑在一起瞎炸祸 他能有什么战斗力啊 堂堂的东汉帝国部队 那各个都是打出的人精 都是兵游子 一上阵 那不用说啊 输赢立判呢 只可惜 想象很喜人 现实很残忍呢 这两支军队还没等会合呢 朱骏的部队就被包围了 黄金军挥下的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将 波才的部队 在半道上袭击了朱骏 朱骏居然吃了个大闷亏 被打败了 这一下所有的人牙都下掉了 不会吧 朱骏出名 就是因为他善于评判呢 当初率领五千人 就打败了在交纸造反的那些南蛮 两万多人 现在只是碰上了黄金军的一步 居然就吃了个大闷亏 我的天哪 看起来这事情严重了 面前的黄金军可不是那些南蛮啊 也更不是那些流民草寇啊 这是一支组织严密 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呀 黄甫松这一下不敢怠慢了 立刻下令自己的军队停止前进 就近驻扎在一个叫长设城的地方 同时也通知朱骏 既然吃亏了 你就坚守迎战 严守不出 先别急着报仇 与此同时又派快马 向首都洛阳求援 还好黄甫松比较冷静 及时勒住了码头 没有贸然突进呢 他刚刚进入长设城的时候 黄金军就蜂涌而至啊 人多势众一下子把长设城紧紧地围住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 大太阳挂在上面狠狠地灼烧着你 不仅烧你的身 还烧你的心 城里的政府军是来评判的 但没想到碰到这么硬的骨头 说不担惊受怕 那是假话 城里兵力这么少 城外黄金军密密麻麻的 黑呀呀的都是人头 连地面都看不清了 这帮人要杀进城来 自己的脑袋给别人当尿壶都不够用啊 就别说是这些将士了 连领军的黄甫松心里也很忐忑 现在城外另一支部队 朱骏的队伍好像没什么动静 到底只是吃了个亏还是被彻底打散了 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自己派往朝廷的八百里加急求援信 好像也没了下文呢 如果贸贸然现在就突围 老实说先别说打赢打输了 连突围的方向都没有啊 难道我赫赫降门之后 一出马居然就要死在这些农民手里嘛 你还别说是这些政府军了 城底下的黄金军也很着急啊 几次攻打长社城 都被城里那个叫黄甫松的家伙 带领不多的兵力给打败了 冲击了几次 除了在城底下留下上千具尸体以外 别无所获 天气热啊 城底下的那些尸首已经开始发臭了 城外那些活着的士兵已经打得疲惫不堪了 热辣辣的土地上蒸腾着汗臭味 尘土味还有湿臭味 几种味道混在一起 让人透不过气来 毒辣的阳光下 马蹄声 兵器撞击声 士兵的吼声 伤病员的哀叫声 混在一起 真的人耳末嗡嗡作响 一时之间都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在人间呢 还是已经进了地狱 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崩溃啊 唉 算了 既然一时尹川吃不下来 那就先退几步 把部队拉到那些灌木丛中去吧 至少在那能凉快一点 然后在营帐上面泼上草 这样太阳也不会直勾勾地照进来 心里身上也算是舒坦一点 到了晚上 月朗星期的 中原大地 偶尔还能刮起一阵一阵的大风 把白天经过暴晒的土地带走一些暑气 这样稍微还能睡一会儿 唉 就这么地吧 看看事情能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吧 于是 尹川城内城外 就这么僵持住了 激烈的攻防战 一下子消停下来了 看上去城里城外都很平静 也许城外的农民军 这个时候已经在休养生息了 先避过了鼠再说 但是城里却早已经沸腾一片了 接下来到底怎么做 长设城内 将军们早就吵成一团了 不能这么死等啊 再拖下去 那就是等死啊 所以有的人建议一决死战 不就是一些农民吗 难道还打得过咱这正规军吗 有的呢 建议突围 找准洛阳的方向 直接杀出去 哪怕损兵折将 但起码能为朝廷的北军 留下点种子吗 当然了 还有一些骨头软的 甚至直接提出了 投降 正当大伙吵得一团糟的时候 黄甫松来了 喝止了将军们的吵闹 拿出了地图 将军们纷纷围上来 看看黄甫将军到底有什么说的 黄甫松立声说 自古以来 取胜关键 不在于人数多少 而是谋略 用骑兵 善变化 方能绝境求生 近日 我登城头观望 天气暑热 为了纳粮 反贼们 已经把队伍 拉到草丛当中了 这正是天赐良机 如我军派出骑兵 出城纵火 敌军必然惊慌失措 阵脚大乱 到其实 我们城内主力 一涌而出 趁夜反击 那么 我想 我们就可以立下 如同当年 天丹火牛阵 所建立的战功了 这一说 底下的将军们 全都安静了 黄甫松这个时候 提高了嗓门 猪将 死战 乃我等 击败叛军的良机 往诸位 奋勇向前 诛杀叛贼 如果 有哪一个 出现了偏差 我黄甫松 手中的宝剑 可不认人啊 就这一天 天色刚刚挂黑 尹川大地上 又刮起了一阵大风 黄甫松一看 大喜 立刻命令城头的 主力部队 雷鼓呐喊 拼命放剑 与此同时 命令手下 早已整装待发的 赶死队 悄悄地爬出城外 这些士兵 都是轻装上阵的 没有重装甲 也没有长兵器 人人揣着短刀 但是 人人身上 都背着 点火用的器具 火种 火把 核草 用绳索 紧紧地捆在身上 远远望去 这帮人 倒不像士兵 反而 像是从山里 刚刚打柴回来的农民 就当黄金军 以为城里的主力部队 要杀出来和自己决战 匆匆忙忙地 准备正面迎敌的时候 这些赶死队员 已经溜到了 黄金军迎寨的侧面 到了境前 更不打话 点燃火种 直接就向营里面扔啊 这个时候是夏天 万物干燥 一有火种 立马就着了 黄金军为了避暑 在迎寨上都盖了草 这些简直就像是个草炉一样 给风一吹 火种一飘 营寨立刻燃起了熊熊大火 越烧越旺 越烧越快 很快就蔓延开了 这一下 黄金军蒙了 城头上火光四起 呐喊震天 自己的阵营里 突然也着火了 这感觉 就像是汉军里外接应 已经杀进营来了 一时之间 军中大乱 士兵的哀嚎声 将军的鹤令声 妇女的呼救声 小孩的嚎叫声 此起彼伏 交相会应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人想着去救火了 没有人去管陷入火球当中的粮仓了 也没有人有心情拿起武器去战斗了 大家伙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能往哪逃啊 怎么样才能逃得更快啊 在城头上的黄辅松一看 妙计得逞 城下的黄金军已经变成了精弓之鸟 四散奔逃了 于是令其一挥 城中的汉军一涌而出 给这些溃逃当中的黄金军 砍上致命的一刀 眼瞅着这一支由菠菜率领的黄金军 就要彻底崩盘了 忽然城头上的黄辅松 斜眼一瞄 一支骑军部队从侧面 向战场冲了过来 黄辅松大吃一惊 难道这是黄金军的计中计 有意把我的主力部队引出城去 然后一口吃掉吗 黄辅松想到这儿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 赶紧借着微弱的火光 向那支部队望过去 到底这是谁的部队呢 只见这一支骑兵部队的正前方 领头奔跑着一匹快马 竖着一面大旗 旗上写着诺大的一个曹字 黄辅松的脑子快速地转了起来 之前收到的线报 好像黄金军里 没有一支姓曹的部队啊 这曹军是谁的部队啊 还没想透呢 只见这支骑兵部队已经风驰电掣一般冲到了城下 冲过来以后也没开战 只见一名年轻的将领滚安下马 居然蹬蹬蹬地跑上了城头 哦 感情这支部队不是黄金军的 原来是朝廷派来的援军呢 黄辅松这一下不高兴了 嘿嘿嘿 我早就送出求援信了 你们都不理我 现在我打赢了 你跑过来抢功劳了 这算什么事啊 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 还没等黄辅松开吼呢 这位小将上来一拱手说 并将军 既都为曹操奉命增援 此时城下黄金反贼已经崩溃 小将不猜 赶紧将军下令命在下追击逃敌 黄辅松这个时候心情已经平复了 是没错 这个姓曹的家伙来的是比较晚了 但是总好过没有嘛 于是他上前一步 把曹操扶了起来 压低了声音说 所谓穷寇莫追啊 曹都为 敌寇以败 不必追击 先命你进城休息片刻 明日我与朱将军会合 我们再从长计议 第二天 得到支援的黄辅松 立刻率领曹操带来的新鲜血液 冲出城去和朱骏的部队会合 两个将军商议之后 向波才的部队发动了总攻 要知道虽然昨日夜间胜了一阵 但是黄辅松和朱骏的部队已经熬得够苦的了 战斗力消减了不少 而曹操率领的部队却各个生龙活虎的 所以这一仗打下来 曹操所部人马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曹操本人也是左砍右杀 一仗下来 黄金军再次崩溃了 前后两仗 黄辅松 朱骏 曹操所部 大获全胜 斩首数万级 取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消息传到中央 汉陵帝大喜过望啊 立刻下招 封黄辅松为都相侯